明武宗没有儿子 让他的堂弟诸厚聪 白白捡了一个皇位 这个诸厚聪 就是大明王朝 赫赫有名的家境皇帝 运气好大包 人生最美好 然而家境皇帝 还没有高兴几天 便遇到了一件糟心事 大臣们非要逼着他 管明武宗的爸爸叫爸爸 管自己的爸妈叫叔叔婶婶 话说呀 大臣们是不是没事找抽呢 也不全是 因为大臣们认为 家境皇帝继承的是 明武宗这一系的皇位 所以才坚持让家境皇帝 管明武宗的爸爸叫爸爸 除非共鸡下蛋 目鸡打鸣 管别人的爸爸叫爸爸 搁谁谁也不乐意啊 家境皇帝便跟大臣们掰扯个没完没了 这一掰扯就是三年多 这事被称为 大礼义之争 家境皇帝很生气 该炒鱿鱼的炒鱿鱼 该打板子的打板子 最终家境皇帝获胜 治不了你们 我就不当兽医 大礼义之争过去多年后 又发生了一件更要命的事 那就是人鸣公变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 家境皇帝正在睡觉 突然闯进来十几名宫女 想趁家境皇帝睡觉 把她勒死 但因为没有经验又紧张 最后没有得手 就在这时 其中的一个宫女吓坏了 突然叛变 并向皇后告发了宫女们 谋杀皇帝的事 皇后匆匆赶来 救下家境皇帝 家境皇帝这才捡回一条命 我负大命的 造化大 你可能很奇怪 宫女为啥要冒死 谋杀家境皇帝呢 这都是炼丹惹的祸 家境皇帝跟秦始皇汉武帝一样 一心想长生不老 便找了一大批道士 给他炼丹 炼丹呢 不仅需要这些宫女的血 而且家境皇帝喜怒无常 还动不动鞭打宫女 宫女们任无可忍 这才祖团谋杀皇帝 祝你受笔昙花 经历过人银宫变之后 家境皇帝不再上班 立门心思的炼丹 这可给子孙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后来的万历皇帝跟家境皇帝一样不爱上班 他在位48年又28年没去上过班 我每天就爱吃饭 睡觉 打痘痘 此外 还有几位皇帝跟家境皇帝一样 都是因为吃丹药死掉的 脑子有病 吃药也没用 前几人皇帝不好好办公 轮到崇祯皇帝接班时 大明王朝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更让崇祯皇帝郁闷的是 他一登基就碰到了明朝历史上 最嚣张的大太监 魏忠贤 魏忠贤有多嚣张呢 皇帝称万岁 他称九千岁 祝九千岁岁岁岁平安 魏忠贤是前任皇帝捧红的 前任皇帝去世后 他一直琢磨不透 崇祯皇帝是敌是友 为了试探崇祯皇帝对他的态度 魏忠贤也是蛮拼的 他竟然指使一帮狗腿子 上书攻击自己人 听说过七伤全吗 先伤己 后伤人 任凭别人如何攻击魏忠贤一伙人 崇祯皇帝就是不表态 不发飙 这给魏忠贤造成一种错觉 皇帝对我是真爱 等魏忠贤一放松警惕 崇祯皇帝突然出手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不但夺了他的权 还将他赶出了京城 你的眼计天下无敌 此刻魏忠贤如果夹着尾巴做人 没准还能保命 但他偏不 还雇了一批亡命之徒 为自己卖命 崇祯皇帝很生气 要收拾他 他猜到自己要玩完 一咬牙一跺脚 上吊了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上吊 崇祯皇帝这边 刚解决完魏忠贤 那边又碰上两个火炎王 这两个火炎王是谁呢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知识点 嘉靖皇帝的一生既有值得点赞的地方 也有值得吐槽的地方 为啥这么说呢 他本来是一个拥有雄才大略 并且善于驾驭群臣的君主 所以他在前半生开创了嘉靖新政 到了后半生 他却迷信长生不老 并宠幸奸臣 致使国家混乱 民不聊生 所以也没少被人吐槽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